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之路再度受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纽约时间星期四 以12票赞成、1票反对和2票弃权的结果 拒绝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 一如所料投下关键反对票的正是以色列的盟友美国 联合国安理会有15个成员国 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的美国行使了否决权 否决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至于英国和瑞士则是投下了弃权票 其余12个国家则投下赞成票 换言之 美国等于是阻止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使得该草案无法闯入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 这也是巴勒斯坦第二次闯关失败 有外交官员指出 在安理会投票之前 美方一直试图说服其他一两个安理会成员 投弃权票 以减轻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孤立 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告诉安理会 关于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标准 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说这场表决并非反映美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而是认为只能通过双方 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直接谈判 才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最快途径 与此同时 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 却不这么认为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 过去13年巴勒斯坦局势发生许多变化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约旦和西岸的定居点不断扩张 巴勒斯坦作为国家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 两国方案的基础不断被轻视 现在又反过来质疑巴勒斯坦不具备执政能力 这完全是混淆是非的强盗逻辑 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夙愿再次破碎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对此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否决的举措 不公平 不道德 不正当 无认如何 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情绪激动地表示 决议闯关受挫并不会动摇他们的意志 他们会继续努力 巴勒斯坦目前是联合国非成员观察国 要正式成为联合国会员 首先必须闯过安理会这一关 获得安理会至少9个理事会投赞成票 并且没有承认理事国动用否决权 然后在联合国大会中获得三分之二的会员国支持 目前联合国193个会员中 有138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若没有美国的阻挠 巴勒斯坦成为会员国 相信是水到渠成的事情